各位弟兄姊妹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从圣经里面 就让我们看得见我们今天信徒 是对死亡有一个完全暂身的看法 保罗在《弊勒比书》的一章二十一节 他说我活着就是为基督 我死了便有益处 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 这个益处就是着数的字 就是赚大钱的字 就是发达的字 原来保罗说 如果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 我的死便发了 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 你对我们的死亡会有这种看法 如果你对死亡有这种看法的时候 当你面对病危就离世 你会怎样想呢 我绝对相信 你一定会对那些亲友说 弟兄姊妹 不应该大学 不应该担心的 不应该伤心的 因为我就来拿奖 我就来法 我就来去领奖 然后接着呢 保罗说 我正在两难之间 一个日生 一个月死 然后接着他说 我宁愿离世 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事好得无比的 离世这个字 离开 其实有几个不同的用法 这几个字 第一个就是离开监狱 就是说从今以后我自由了 第二 牛马离开重担 我从今以后轻松了 第三 那些士兵离营回家 我从今以后 我舒服了 然后第四 就是那些船 离岸出发 我从今以后 向目的地进发 保罗为何可以这样来看死亡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 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时间 我们真正最终要去的是回家 我们真正的家在哪里 就是神的家 是永恨的家 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看死亡是睡觉 是换衣 是搬家 是移民 而且是去一个好得无比的地方 各位弟兄姊妹 你是否都有同样的看法呢? 如果你有同样的看法 肯定是因为你里面对神 復活的信心 对主復活有信心 你就有这个的看法 与我们一起 都因为这个的信心 以至到日后 我们每逢面对着我们家有困难的时间 我们可以活得更精彩 痛而不苦 残而不废 愿神祝福你们 对 对